世界文化遗产法国圣米歇尔山拥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这里每年要迎来三百五十万的游客 是世界第三大朝圣的圣地 历史上涨潮时成为海中神秘小岛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大天使圣米歇尔打败撒旦的传说更是使人着迷 请随本来记者去法国看一看 现在是上午九点 这时这里的潮汐涨到了最高点 圣米歇尔山终于又恢复成了时尚 海中神秘小岛的形象 为了让这一历史奇观得以重现 殊不知法国政府经过三年的努力 主要是逃杀和转移停车场 世界文化遗产 法国圣米歇尔山拥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由耸立的花岗石构成 最潮时被一望无际的沙滩包围 涨潮时成为海中神秘小岛 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它的建立与天使长圣米歇尔息息相关 圣米歇尔山教堂修导院建筑群 呈现金字塔状 在塔顶威严高大的天使长圣米歇尔 一手持天平轮 一手挥立剑 斩翅欲飞 英勇无比战胜魔鬼撒旦 圣米歇尔山指导讲师 历史学家弗朗朗索娃表示 天使长总有一天会在天门前 用天平权衡人的良知 分离哪些该去天堂 哪些该下地狱 圣米歇尔山学生 这里每年要迎来350万朝圣游客 是世界第三大朝圣圣地 法国新唐人记者站圣米歇尔山采访报道 比出版人记者站圣米歇尔山采访报道